一个机型跨越两代非常了不起 印度媒体庄严宣告亚洲最强甚至是世界最强的战斗机即将问世 首飞就领先歼20 不要笑它的纸面性能真的是非常高 观众朋友欢迎朋友大家好我是傅田绍 印度媒体近日报道称 印度国产的AMCA战斗机即将问世 一旦上天它将会成为亚洲最强的战斗机 以中国美国俄罗斯等国研制的第四代战斗机 美俄成为五代机 不同的是印度的国产AMCA战斗机可称得上是独一无二 一机跨越两代 其后期的改进行将超过现役的F22、F35、歼20、舒五七等隐身战斗机 率先跨入下一代战斗机的门槛 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都宣称正在研制所谓的第六代战斗机 但至今也没有个影子 那么印度搞的这款第五代兼第六代战斗机 与他们一样仍需等待很长时间吗 非也 据说人们很快就能看到它雄霸天空的影子了 预计印度国产的AMCA战斗机将在2025年首飞 这个消息看起来似乎比较突然 一下子就爆发了 其实AMCA计划早在2008年就已经正式立项 2009年印度航空发展局提交了一份关于该计划的详细报告 并通过了空军的审核 AMCA的印刷是先进中型战斗机 从前期的研制情况看 AMCA计划进展缓慢 连续十几年参加航展 始终就是一个个不断修改外形的飞机模型 比它起步晚好几年的中国的FC-31战斗机 已经试飞若干年了 并且改出了好几个版本 而AMCA战斗机还停留在纸面上 开始时它的外形像美国的F-22 只不过小一号 后来就越来越像中国的FC-31了 现在总算是方案确定 准备开干了 印度媒体称 该机预计的首飞时间在2025年左右 2029年进入量产阶段 到2036年时推出其升级版本MK-2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 AMCA战斗机到底具备什么样的超级技术性能 总体上看 这是一款20轮左右的单座双发中型隐身战斗机 大致以中国的FC-31 美国的F-35相当 该机采用T型主翼 内置物器舱 S型进行道和带有推力使用技术的伪风管 在飞机的表面图有吸波图层 具备隐身 超应用巡航 超视距打击等能力 印度空军希望AMCA能够执行多用途的任务 包括制空作战 对地打击 电磁压制等等 其前期的Mk-1型将采用5.5代战斗机的技术 注意 这已经比现有的所有的隐身战机高出了半代 而后期的Mk-2型 则会升级到第6代战斗机的水平 印度计划为这款战机配备先进的有源向队雷达 红外搜索以跟踪系统 光电瞄准系统 综合航电系统 综合光电孔径系统 头盔显示器 数据链系统 多功能集成无线电系统 电子对抗系统等等 总之 该有的全都有 从印度媒体公布的性能数据看 AMCA的隐身性能 与F35战斗机相当 它的作战半径可达1350公里 最大平飞速度超过2马赫 甚至能够做超音速巡航 这样的性能对美国的F35散电二战斗机 就是一个全面碾压的态势 实在是了不起 那么问题来了 许多性能的实践离不开动力装置 印度为AMCA飞机研制出了什么样的先进发动机呢 答案是没有 目前只能暂时使用美国的F414涡扇发动机 该型发动机的单台推力可达90千牛 推动比大约在9左右 距离四代系的标准还差一点 但也别小看它 印度军方要求美国的技艺公司在F414基础上增加推力实浪技术 而AMCA的MK2版本将由法国和印度共同合作开发 加力推力高达110千牛的发动机 MK2版的AMCA除了将换装推力更大 推动比更高的发动机以外 它还将具备一些六代机的能力 比如定向能武器 能够指挥无人机或者是集群无人机作战 印度媒体认为AMCA战斗机配备的雷达 以及具有红外搜索和跟踪功能的航空电子设备 使该机成为亚洲最强的战斗机 比中国的歼20还先进 从AMCA战斗机所采用的技术和计划要达到的性能水平看 几乎找不出毛病 该有的先进设备它都将配备 性能还超级强 而且经过进一步的改进后 AMCA还将由五代机升级为六代机 这款战斗机被印度媒体说成是亚洲最强 在我看来 这次印度人真是有点谦虚了 如果按照AMCA飞机的技术性能指标来打分的话 将其排在世界第一都不为过 关键的问题是 印度真能发展出一机两代的隐身战斗机吗 它有这个能力和水平吗 由于时间的关系 在此我们不多做评论 从上世纪80年代起步的 LCA光辉战斗机的不够光辉且漫长的发展历程 我们或许能观察和推测出点什么来 好 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